朋友们好,与众不同章与读道 就当这个节目是聊天闲聊聊书法 以及和书法有关的话题 那今天呢,聊的是名人书法 说到这个名人书法呀 我今天一大早就收到平台的一条推送 推送的是大一哥的书法作品 就是唱歌那个大一哥 哎,他的书法作品 说他那书法作品卖得挺贵的 这个文章的标题当中 可能提到了一个字四万 一个字就卖四万 我看了之后啊,满怀好奇心 虽然年纪一把依然好奇 就点开看了 看了之后啊,我很怀疑 这个一个字四万 这不像大一哥所为 大一哥呢,他唱歌我们知道 这个写字啊,真不是他的强项 我甚至都怀疑他都没拿毛笔 怎么写过字 哎,你说一个字四万是他干的事吗 他会利用自己的名气去炒作 说,哎呀,我现在开始书法了 我卖字一个字四万 不会啊,大一哥呢,挺厚道的一个人 他不可能干这个事 而且呢,我想他也会有自知之明 很多人爱听他的歌曲 那不一定就非常待见他的所谓的书法 那这件事呢,我后来想 可能就是别人来用这事来炒作 而且还不是炒作大一哥 是通过这个事来赚取自己的这个流量啊 也可能 包括我看到大一哥 他的有些与书法有关的照片呢 有的是给媒体写的 那有的地方那些报纸啊 请大一哥呀 这个过年啊,拜个年什么呀 向读者呀,问个好 哎,让他写几个字 然后拍一张照片 可能是盛情之下吧 然后这个大一哥呢,也就写了 这个呢,我从来不认为 这个艺术家,哎,他自己就拿字啊 随意去买 说我歌唱得好,我的字也值钱 我想大一哥不是这样的人啊 他还是很朴实的一个人呢 那说到这个名人写字啊 这些年好像只要是成名的人 都跟书法有那么一点关系啊 都报过他们的一幅字 值多少钱多少钱 这当中呢,包括很多 这个在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比如说,这个赵本山,本山大叔 他这个小品啊,火呀 曾经是小品王 哎,那你不能因为在小品好 你就不让他写字啊 他也写字 好像也练字 修身养性嘛,这个修身养性的权利 大家都平等的 那后来呢,有消息说这个赵本山 一幅字卖了多少钱之后啊 那很多搞书法的朋友就不淡定了 说这写的是什么字啊 就卖那么贵啊 这都是什么人买去了 就冲这个人的名气来嘛 那赵本山啊,有和这个书法有关的这个报道比较多 还有呢,就是谁呢 那个他的徒弟,是吧 那个宋小宝 哎,就是一讲话 说那个词我听不太懂 那是他的一个标志性的口头 蝉叫什么孙杀,是吧 不明白什么意思 哎,他也写字 从那个网上看呢 他那个书法还挺正式的 很大的一个书案 他也写字 写的这个,怎么说呢 也挺好吧 哎,就是很多搞书法的人呢 他看到这些消息就愤愤不平 包括啊,还有这个马云 马云他也写过字 而且他写那个字 有的人都不认识 哎,就是说拍卖也很贵 这些事呢 一传到这些这个书法圈呢 搞书法的人呢 就愤愤不平了 说他们写的是什么东西啊 就卖的天价啊 那么贵那么贵 我可能念了这么多年 一幅字都没卖掉 就是心里不平衡 这个不平衡呢 我是可以理解的 确实如果就论这个书法的水平来说 我们很多念书法的人 要远远高于我们前面聊到的这么些名人 肯定是超过他们的 但是呢 你呢,字呢 也确实啊 别人他不愿意买 人就是去捧那个热闹 何况那些名人的书法 他有的是什么呢 有的真的就是噱头啊 有的就是炒作 比如说他写家 他特别有钱 哎,他写一幅字 别人去捧他厂 也有钱的人捧他厂 我就给你多少钱 多少钱 一百万两百万 我就买你这幅字了 也是一种交情 对吧 也是一种 他们那个圈的那种 友谊也好 反正就是 他们那种玩法 我们一般人呢 是做不到的 那我们在抱怨这些人的时候啊 其实应该感到欣慰 因为你觉得那些字啊 真的不咋地 我的字那么好 卖不掉 你应该欣慰 如果那些人的字 真赶上你的字了 你可能就是坐立不安了 为什么 人家生意做得大 小品演得好 歌唱得好 字还那么好 你说你还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哎,他恰恰这一方面 短板亮给你看了 你看到之后 哎,心里应该感觉到很欣慰 嗯,这方面他不如我 哎,这样一想呢 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气声了 那说到这个名人书法呢 当代应该说 真正这个卖的最日常的 就是常年不衰的 据我所知 也就这个嘉平娃先生 曾经有朋友在视频之后啊 纠正我说这是凹啊 凹凸不平的一个凹 那贾平娃这个字 它是一个读音字 他自己说应该读娃 他小时候的一个小名叫平娃 平娃 贾平娃先生 哎,他的字呢 就卖得好 那买他的字 很多是从他的五文名去的 就是他的这个写作方面呢 在当代作家当中 应该说 无论从这个数量到质量 每几个人跟他能够比的 而且呢 贾平娃先生呢 他,我不说他小说 他那些散文 写得真好 他那些小短文呢 都写得特别之好 反正最起码在我看来 每一次读啊 都是觉得津津有味 过一段时间再回过头来读 你依然会觉得 有意思 所以呢 很多人可能因为那个喜欢 贾平娃 就来让他写字 而他呢 据说是不慎其扰啊 老是有人找他写字 这受不了 那你们花钱我就写 那找的人多 我就把价格提升啊 以这个高价来平抑 我这种叫什么 产出跟不上的这种矛盾啊 对吧 哎,没想到他加价之后 依然会有人找他写字 据说他家门前都经常是 排着队让他写字的 说明呢 大家认可他 我们回头来看贾平娃写的字 包括他画的画啊 他画的画 瞅得不得了 他写的字 他写的字呢 老是说我不知道我是看习惯了 还是怎么的 反正我觉得贾平娃的字啊 他即使在单调 他的字呢 还是能看的 上墙也不错 为什么呢 你想一想啊 这种人他不会太俗 他的眼光不会太低啊 我们说艺术的东西啊 它是一通百通的 它在那个文字上面那么有讲究 你想书法跟文字那种血缘的关系啊 皮脂不存毛将腌覆啊 本来那个文字的东西它是属于皮 书法是毛 它这个下面的皮是很厚的 它这个毛发 我觉得长得有点好 可能也是对的 所以贾平娃 我觉得他的字真的不能 我们一看就说 他写的不行 不行 他自己也说了 我不是书法家 他也不愿意各人这个台港 我不是书法家 我就喜欢书法 爱好现在爱上书法了 我们要允许人这个爱书法 对吧 爱上一个女人 别人也爱上了 都追 好像也是可以的 只要对方没有结婚 对吧 那书法呢 这个东西 谁爱上都可以 贾平娃他说的 我现在爱上书法了 他有的时候 他也搞自贴呀 这个领一领 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 那在我看来 其实这些名人 他这个爱书法也好 或者别人拿他写字 来秀来赚流量也好 我觉得呢 对书法也是一个好事 为什么不搞别的呢 就搞书法呢 说明也是对书法的一种抬举 那最起码在老百姓 这种心中就形成一个 这种印象 一个人呢 应该会书法 你看他都写字了 这对书法也是一件 好事啊 但是话说回来 他们为什么要玩书法 我们玩书法嘛 我们是热爱 我们天天下功夫啊 他们凭什么也来 这个一出名呢 拿一个毛笔就写字啊 这个原因我也想过啊 不知道您想过没有 如果您想过 你现在在脑子里 把你的答案翻出来 看咱们一样不一样 我是想啊 你说 比如说要秀这个 他本身才艺以外的东西 在一些聚会场合 要秀一首 别人想求他一个东西 他给别人什么好呢 说我唱一首歌 你把他带回去吧 那种歌随风飘散 人家还能把那个歌一把抓住 装兜里揣回去吗 不可以 那他说 我给你画一幅画吧 你拿回去吧 画画挺费时间 这是奇 第二 你是画鸡还是画猫 画狗还是画鸭子 你画不像怎么办 你画一个东西 送给别人是什么意思 对吧 你不能画一个狗 然后把自己的款落上 这个都不太妥当啊 所以说画画 你有可能有一个画不像的问题 对吧 画不像别人说 哎呀 他画的这个狗啊 画的像猫似的 就很麻烦 但是字我认识 我会写 我写两个字 那又叫这个 别人一捧就是书法 是最方便的 所以啊 只要是一个 只要是一个名人 一般呢 他出名之后啊 他就很本能的 很习惯的 就从这个书法下手了 书法呀 我真觉得 它是一个好东西 是这个老祖宗们 留下来的 最好的这种宝贝 真的像大地一样 你可以在上面 这个种庄稼 种豆得豆 种瓜得瓜 你也可以在上面 抓一把泥土 包括没有练过字的人 书法呢 它也是包容的 行吧 你真的别人想你 求什么东西 你就写我吧 你写两个字给他 所以说书法呀 真是给我们很多人 带来了这种乐趣 当然 从这二八经的 爱书法 学书法的人来说 听我这个话题呢 可能很 一笑啊 这个 但你想 想一想 书法真的是这样 我曾经 在视频当中 聊过书法的大用 书法真的是 我们很多人 一个精神齐居的东西 你可能一辈子 就是钻进去之后啊 你就不想出来 它就这么好 所以它是国粹当中的国粹呀 这个既然是国粹嘛 所以明星们 他们也要这个玩一玩 去亲近一下国粹 也是很正常的 当然 也有一些这个明星啊 这个不是这个圈儿的 他抓起笔来写字 写的还真是挺好的 有一些这个 搞了一个影视的 就写的挺好的 我本人也曾经亲眼见过 这个唐国强先生 回航 很小的一个范围 就那么几个人 我站在边上 认真地看他写了两幅作品 还是很有力度的 那个有劲儿 就像他演着一个人物一样 有启示 好了就聊到这